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李思錦 歡迎收看大戶羅盤 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機 懂能掌握今天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 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 結盤視頻 今天是禮拜一 一個禮拜來開始 在這邊我先祝福所有的投資朋友 祝大家在接下來的這個禮拜 都可以差不多順利 都可以賺大錢 好 來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10點 歐羅益西漲1.1點 同朋友 我想我們上禮拜跟大家提到過 目前這個不是重點對不對 目前這個指數不是重點嗎 你要看的是結構 因為現在是內支盤 同朋友內支盤基本上他不太管這個 不太管這個大盤指數 甚至於怎麼樣 甚至於就國際的政經 基本上太不太看了 你要看內支在不在 基本上看結構甚至看ODC 對不對 你就ODC的部分 ODC長成這樣子 我就問你 你覺得這個內支在不在 這應該在吧 這個ODC基本上完全是內支的結束 大盤是外支跟光武控盤 ODC是內支跟光武控盤 ODC就一直長長一直長 還在推 所以代表你從這部分來看 第一個就是 這個內支可能還在 再來你看這個結構的部分 雖然說只長10.1 旺母這邊息來息去 但是漲的加速都是比較多的 所以就是 就內支控盤 內支是還在 就是你從這部分來看的話 就是 內支是低的 還在 既然內支在的話 就是看個股 看個股 那 其實這部分 我相信在這邊震盪 我想很多人都看這個 但是如果說我們簡單的 從那個籌碼來看的話 同朋友 你先從這個來看 這個是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在跌對不對 美元指數在跌代表什麼 代表錢是從美國這邊開始要跑出來了 而且 而且終點利率這邊 就是之前等大家預估說 那個通膨好嚴重 明年可能升到什麼6% 8% 現在沒有了 同朋友 沒有了 現在目標的終點利率 就反而這邊再估 看目前的數據狀況來估 未來的終點率的話 現在基本上是4.75% 4.75%到多少 4.75%到5% 已經沒有5%以上了 好不好 所以就 美元指數在跌 然後台幣 台幣往下走是升 台幣這個地方 美元指數在跌 台幣往下走是升值 所以怎麼樣 錢基本上是有進來的 那錢有進來的話 不就內支控盤 基本上內支控盤 甚至外資的部分怎麼樣 外資的部分它也是加減稿 對不對 不然他現在不弄的話 你月底月底 聖誕節他回去了 他要回來了 所以要賺紅包 應該說 要賺紅包 今年 你可能要稍微提早一點 1月 今年過年比較早 1月初 1月初中這邊 基本上 1月上半旬就放假了 做股票的 基本上放12天 下半旬又怎麼樣 12月下半旬又是 聖誕節 所以你現在不弄 你聖誕節你就要放假 到底是怎樣 那時候量會變少 好不好 所以還是跟大家說 目前的大環境是這個樣子 所以 股票是實機財 股票實機財 好不好 那一樣 股票的話先看這個 我們跟大家提的光動訊 華星光 華星光 上禮拜 4根漲停板 禮拜我做個震盪 對不對 做個震盪 掛了沒有 小跌一毛錢 好不好 小跌一毛錢 如果說你整個中錯的話 整個中錯你要擔心 小跌一毛錢 漲那麼多震盪的現在是很正常的 那今天怎麼樣 好不好 今天又漲了 你有沒有覺得很那個 就是漲多整理而已嘛 漲多整理啦 應該還沒結束啦 因為我那個禮拜六的時候 我還有一些法人朋友在問 好像聽說是不是接到什麼大單B 你要幾塊起跳 就是有開始市場上有這種紛紛出來嘛 有沒有 消息面歸消息面 你要去看這個籌碼的部分 或者說現行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轉強 如果說你漲多整理 然後呢今天又怎麼樣 今天又開始 又禮拜五的低點又沒破啦 他又開始了嘛 又開始又轉強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漲多震盪而已 那漲多震盪而已 當然華星光 華星光我相信這個 天上了對不對 天上的 天上的如果說你們敢追的話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提到過這一次 對不對 你可以從下面這邊開始撈 一樣啦 頭信有在買的 那頭信在買的話 他這個地方已經漲到哪裡 他漲到這裡了啦 漲到聯牙啦 3081啊 我相信那個 你看索模都非常清楚啊 好不好 一百一日幾的時候 跟大家做示範嘛 然後現在在那個季線的部分 在那邊壓著 有沒有 我今天有先請會員 先請學員先這個地方 平板這邊先把它除掉 因為他已經賺錢了嘛 你如果說就算收扣去你的116嘛 對不對 116 那今天多少 今天124耶 一張八千安 先把它除掉 除掉幹嘛 除掉轉另外一支 好不好 因為 聯亞不是不好 太陽是好的公司喔 但是如果說你這個地方要做震盪的話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提到 震盪的話 什麼股票最能抗震 五碳級的公司最能抗震嘛 對不對 有賺錢的公司 他有 基本面有EPS 他能交出EPS的 基本上是最抗震嘛 所以最抗震的話 他 明年會好 明年會好啦 所以 我們換一支 換這一支 價錢差不多 一樣投心在買 然後呢 今年賺10塊 聯亞今天不是賺1塊多而已 今年賺沒多少錢嘛 他是明年才會好啦 他沒多少錢 這個今天賺10塊多啦 明年也賺10塊多啦 然後呢 然後 他的母公司好像蠻偏多的耶 這個集團基本上有機會作賬 就是集團偏多 然後投心就要再買 然後呢 也不是那種怎麼漲到天上的 這種賺10塊的基本上 耐震好不好 耐震搞不好還會漲 就我估計啦 這個投心應該今天會買 我估計啦 跨界型 看到今天走是應該投心有去買 反正這個過幾天再跟大家做驗證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像台辦也是在那邊洗來洗去 台灣有台辦 台辦這個也不用講 這個 做當沖嘛 做一次短線嘛 然後呢 又當沖一次嘛 所以呢 所以這支Gopro都我們贏了 成本不是 現在成本不是80塊以下 80塊以下的給他洗一下 這個型沒有壞 好不好 那型沒有壞的話 車用的對不對 車用的嘛 車用的 車用的還有這個嘛 浴龍最強嘛 浴龍這個是明年才會好啦 好不好 這一段整個長上去 但是呢 但是可以看誰 基本上應該可以看這一支嘛 那這一支我相信 我們上禮拜五的 跟大家做過示範 對不對 中興店嘛 中興店 今年賺5塊多 明年呢 明年如果說以 最新的報告來看的話 明年可以賺6塊3 通通我問你 明年可以賺到6塊3的公司 現在已經12月了 對不對 通通通12月喔 沒來看今年了啦 12月基本上法人都在估什麼 法人基本上都在估明年啦 甚至於 有些法人目前那個 EPS喔 都還沒有上調 因為之前看空嘛 所以現在呢 EPS都還沒上調嘛 那還沒上調的話 其實這支股票已經上調啦 今年賺5塊多 明年呢 明年 國家這邊有什麼 電網強刃計畫嘛 你電網強刃計畫不做的話 劉德英說什麼 還記得嗎 現在要擔心的不是 明年會不會缺電 要擔心的是 五年後會不會缺電 所以五年後 會不會缺電 你現在要趕快做什麼 電網強刃計畫嘛 電網強刃計畫裡面 最受惠的是誰啊 這不是他嗎 他有什麼 他有充電樁啊 那不是 所以呢 所以就是 我們有先做一次短線 然後呢 上禮拜 上禮拜 禮拜又出一個報告嘛 這個目標寫很高 不要想說目標寫一點點 這目標寫很高耶 目標寫很高嘛 然後這邊講嘛 反正講一堆 EPS的部分嘛 然後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也跟大家說 我短線嘛 掌頂版先出一出 今天有沒有 他今天洗來洗去 對不對 我問你這件事情 他今天洗來洗去 這麼正常 這麼正常 有沒有 如果說不正常的話 你就要出掉 正常的話 你搞不好你還可以買 因為今天怎麼樣 我們簡單跟大家分享好了 就好投信的部分有沒有出 沒出 對不對 一樣至於再買嘛 那今天為什麼會洗 因為這個嘛 外資嘛 有沒有 這個外資 忽然買一口落空 你覺得真外資還假外資 說真的應該是假的 對不對 我們不能說假的 應該是 市場上的短線客 就是那個短線大哥 他們專做短線的 但是呢他們很多都在外資就這樣下單 所以他們只要靠進去的話 你看抽毛的話你會發覺 哇外資蠻好多 但是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短線的 那短線的 短線的 禮拜五靠進去 今天有一點點價差 他們就會出了 沒錯吧 這短線操作啦 就是他們也希望每天看到錢啦 因為他們量很大 所以 那種比如說六十幾塊的 五十幾塊的 那個也不用兩毛三毛耶 可能一毛就賺錢了耶 因為他們那個退用退很多的 一角就打拼 兩角就賺錢了 所以就是 他們只要一點點價差 他們就出掉了 他們是用量在拼的啦 那你說他們知道後面會長 可能也知道啊 但他們的做法怎麼樣 我就是想每天看到錢嘛 我管你後面會怎麼樣 股票那麼多 我會不會跟你拗一次幹什麼 我就每天都要看到錢 所以就是 禮拜五靠進去 今天怎麼樣 今天 我錄影的時間還沒出來啦 不過我估計啦 應該跑了一大半 走一半 起碼跑一大堆出去了啦 就是有賺就出掉 因為他早上今天早上怎麼樣 他今天好有創新高嘛 所以就是說的話 今天震盪 應該是很正常的 那應該很正常的話 那接下來 啊 老朋友接下來呢 接下來掛了吧 應該還沒掛吧 像這個一樣嘛 你看這個啦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像這個啊 玉龍啊 玉龍這一天拉起來 這一天在那邊洗來洗去嘛 那這一天拉起來 為什麼隔天洗來洗去 短線客出掉啦 短線客出掉就洗來洗去啊 再來呢 再來短線客出完了又開始 頭髮都是這樣子啦 好不好 所以像這個部分的話 大盤要做震盪 做震盪 賺6塊36公司耶 明年要賺6塊36公司 現在股價累有幾塊 而且呢 而且 這邊是錢不夠人對不對 老朋友這邊沒有量你知道嗎 啊你知不知道 這邊是滾量滾上來的嘛 這裡沒有量 所以呢 所以我的看法是 這邊如果說沒有什麼套要量的話 大量全部都在下面的話 其實應該是可以 可以再買回來 好不好你可以留意一下 好不好 我們做個簡單結論啦 老朋友其實這個地方啊 就是整理來整理去啊 望我這邊啊 但是整理來整理去我現在其實 不是我要跟大家提的重點 現在內支基本上是還在的 那內支還在的話 你月底的時候外支外支會走嗎 但是內支會不會走 內支 內支搞不好他要做到過年耶 甚至過年的部分他搞不好還會怎麼樣 他搞不好還會是 還會報一些股票做操作耶 因為他不管這些東西的啦 你懂我意思嗎 不管這些東西啊 一般來說內支在的盤喔 通常好不好 通常啊我的經驗啦 元宵節 好不好 元宵節啦 所以呢 所以過完年之後再來是元宵節啊 所以呢 所以你起碼還有怎麼樣 應該起碼還有 如果說以這種狀況下去的話 應該起碼還有一個半月 一個多月啦 一個多月內支都會在場上 所以既然內支在場上的話 你要你的動作是什麼 你的重點是什麼 把會長的股票找出來 對不對 就是趕快把會長的股票找出來 有題材的股票趕快找出來 籌碼好的股票趕快把它找出來 基本上就差不多這樣子而已 然後這個是什麼 把股票找出來這個叫做 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的方法就有獲領的 就有下一次啊 好不好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小鈴鐺 讓我們節目給你喜歡的第一時間 推播同時請 我今天又可以飛拿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董南掌 我期待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好